这名邪友病童是终于回到台湾了 但其实看整个过程充满了政治操作 事实上这名邪友病童 他是我方立为最优先需要搭包机的名单 但是他没有搭上手搬的包机 事后必须要靠着千里送药 而在中国的操作之下 三个星期之后 他也从四川成都搭机返回到台湾 除了在整个过程中 中国是展现了包机主导权 同时也把烫手山芋丢给了台湾 这种我方是以防疫为主 那么即便不是防疫包机 但已经是准包机规格 经历将近三个礼拜 邪友病童终于搭乘长荣航空回到台湾 那这场抢人大战 两岸台面下不停磋商 政治角力从没停过 手办包机返台 我方开出的名单 邪友病童列为最优先 但最后却没搭上机 引发台湾各界哗然 而第二班包机也遥遥无奇 知情人士透露 第一班包机车程两百四十公里 因为通行证的关系到不了机场 但二十四号却可以连赶九百四十公里 到成都搭机 健康检查 检疫等短期内都可以快速完成 中国方面操作手段明显 传出因为邪友病童病情恶化 中国定调把病童送回台湾 一方面显示自己有包机撤台的主导权 二方面也把烫手山芋丢回台湾 邪友病童母子成为中国当局的政治棋子 而台协接到消息后通知我方 我国紧急因应以防疫跟健康为考量 派护理师赴中国 非基业做好防护措施 即便并非我方定调的包机 但这已经接近准包机规格 包机着重的是防疫 是科学不是政治 不论这一位病童或他家属的政治信仰是什么 是我们的国人该照顾要照顾 很明显的 中国并不是真的就人道的考量 我们对于中国政府目前的做法 非常不能信任 执政党或者是说中国大陆政府 这边一定都要尽数的积极的沟通 街会携有病头母子 但中国湖北还有近千名台人滞留 中国处理只要面子 防疫难题全丢给我方 两岸政府角力战将持续上演 记者蓝金发 游文博台北三分报道